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红樱桃 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未曾经历过任何的战争 这无疑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 翻看曾经被炮火蹂躏的岁月 才发现经受过的那些是多么的残酷 而留在内心的伤痛又是何等的难以磨灭 由叶大英指导的战争剧情片红樱桃 避开红大场面的战争硝烟通过孩子的视角 来将二战带给人们的伤痛做了全新的诠释 影片由主人公楚楚和罗小曼作为故事的两条主线 按照时间节点的顺序 将二战从1940年到1945年之间 发生在俄罗斯的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战争情节 进行了前后两个方面的串联 全面展现了纳粹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对无辜民众犯下的无法原谅的罪行 1940年的冬天 莫斯科家外的伊万诺夫国际儿童院 接收了两名来自中国革命导员的遗孤楚楚和罗小曼 两人过上了不曾有过的校园生活 结识了中德混血儿张卡尔和一批外国小伙伴 还有慈祥和矮的院长 一堂俄语考试课上 楚楚第一次当着全班同学和老师的面 讲述了自己亲眼看到父亲被国民党腰斩的悲痛过往 不禁给在场所有人乃至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41年夏天 儿童院要带孩子去参加白俄罗斯夏令营 楚楚和对他有着爱慕之情的张卡尔 以及其他小伙伴出发了 罗小曼等人则留在院里 负责维修 被他们弄坏的检疫澡堂 原本令人向往的夏令营 成了孩子们噩梦的开始 楚楚等人到达夏令营不久后 就遭遇了德军的轰炸和占领 孩子们眼睁睁的目睹老师被击毙 而他们也成为德军的囚徒 被戏虐被羞辱 而另一方面 没有和院长等人转移的罗小曼 一心想要参军 无奈年纪小不被允许 变成了流浪者 整日从战地遗址和过往的物资车上找食物 1941年秋天 在白俄罗斯纳若奇湖畔 张卡尔趁德军部防 拿到机枪 并掩护楚楚等人 驾马逃离 自己却因为不会用枪 而被无数子弹射穿 临死时的绝望 人久久难忘 1942年冬天 楚楚等人不幸被抓回 正当德军 玩着杀人游戏的时候 一位德国将军 看上了楚楚 白皙的肌肤 将他带回了自己的住所 罗小曼通过卖血换取食物 却无意中得到 收留成为一名 给战死士兵家属 送死亡通知书的信使 还意外收养了 已无双亲的马莎 过着相依为命的生活 1943年冬天 白俄罗斯亚可夫利夫修道院内 楚楚被德国士兵 绑在桌子上 要给他纹身 原来解救他的德国将军 是一个喜爱在女性皮肤上 纹身作为艺术作品的怪癖医生 楚楚企图自杀 却没有实现 无奈只得遭受着一切 痛苦地活着 1944年 二战进行到最后关头 德国将军为了留下 自己的艺术作品 将楚楚放生 自己吞枪自尽 罗小曼带着小女孩马莎 每天在战犯营 用自己自制的枪杀德军 用另一种形式 完成自己成为战士 加入反法西斯战争的梦想 1945年春天 莫斯科 罗小曼在被德军围堵 无路可走的情况下 点燃油桶 与德军同归于尽 楚楚则被白俄罗斯 苏军难民收容所救了下来 但却在沐浴更衣时 被人发现自己背后的纹身 纳什二战纳粹党的标志图案 楚楚受不了内心被侮辱的现实 用烧红的木棒 烫伤了自己的背 1945年夏天 在莫斯科 克林 楚楚见到了 被罗小曼收养的女孩马莎 听到马莎的自我介绍 楚楚仿佛回到了当初 和罗小曼出入儿童院的时候 不禁抱着马莎痛哭起来 最终楚楚的直皮手术历史五年 因直皮面积过大而失败 于1950年回到中国 1990年在北京病逝 享年63岁 终身未婚 樱桃原本象征着 含苞待放的少女 是美好青春的代表 却被战争和死亡所染红 二战带给人们 不仅是身上的伤痛 还有精神和内心上 无法磨灭的烙印 该片从孩子的角度 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怕和残忍 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留给远离战争民众的 是对维护和平的 无限反思和极度珍惜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